华侨协会总会巴西分会 师胜大举办了巴西地区华侨节庆祝大会 邀请各位桥界领袖共享盛举 而华侨节的宗旨除了在海外凝聚侨胞情仪 更重要的是要将这股力量传回国内 借此维持国家与海外华侨的联系 华侨协会总会巴西分会长谢国斌 用心筹备一年一度的华侨节 在自由区伴母园餐厅席开盛宴 邀请桥界大佬董乃渝 桥物顾问许耀义田文三 梅院会会长黄宗亮 以及圣保罗歌友会会长胡仲江等 多为桥领共享盛举 我们签救华侨的目的就是要联络华侨 我们要拟据华侨力量 我们要团结华侨力量 来支持我们的中华民国 所以华侨节是一个比较爱过的活动 谢国斌会长特别致赠最新一期的 华侨协会杂志给每位李坚士顾问 并感谢大家在他回台开会期间 持续为侨胞服务 他也说明了华侨节的由来 希望大家追随国父的理念 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 庆祝华侨节 借贞从国父仪式 支持中华民国政府 服务侨胞 拟击海外侨胞 以台湾政府的 国通平台 用大家把海外的侨胞 归国当自己的娘家 来凝聚一堂 谢会长也报告了明年的特别活动 二月会有四位来自台湾的教授 到圣保罗指导风筝DIY制作 接着还将前往里约 巴拉圭阿根廷等地开课 欢迎侨胞报名参加 当天餐会由副会长黄白鹅 坐东请客 大家一同举杯致谢 也祝十月份的寿星 生日快乐 为华侨节增添热闹 欢欣的气息 台湾宏观电视 廖世炳 巴西圣保罗采访报导